噔噔噔 哇 可愛 哇 好脆喔 哇 這個聲音 請你們吃啦 嗨 吃一口 今天影片的最後一樣有抽獎時間 請大家開啟CC字幕並且看到最後喔 啊 嘖嘖開箱今天要來開箱的是超級可愛的蠟筆小新熱壓吐司機 有在玩拍貼機的人可能都知道這個品牌就是NORN 他們就是專門有在進很多可愛的療癒小物 那他們這次取得了日本正版授權 一起推出了一台蠟筆小新的熱壓吐司機 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啦 打開來看看 好可愛喔 顏色超級可愛 顏色有種薄荷綠清新的感覺 因為這種顏色在鏡頭上面呈現會容易有色差的狀況 那鏡頭上面看起來會稍微有點偏藍 實際上還是比較接近薄荷綠的感覺 想要確認顏色的人可以到底下幾支頁面去看看喔 他的握把是這種木紋的 而且他的握感很好 他的邊角磨得很圓潤耶 後面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黑色的鐵架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熱壓的時候就可以把它架在桌子上 小小一台 可愛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把這裡轉開來之後 好可愛喔 這面是蠟筆小新的臉 他臉就是熱壓烤盤上面都是有圖案的 不是只有外面而已 很可愛 另外一面是 現場很多小白 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耶 看起來超有質感的 裡面打開來也非常可愛 所以你的食物上面也會有蠟筆小新和小白的圖案 我們就要用這一台蠟筆小新熱壓吐司機來製造出很多咖啡廳美食 本日的食材唷 我們今天會做一份甜點跟一份鹹點 讓你自己在家就可以開咖啡廳 好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接上電源 然後開始預熱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這個指示燈亮 表示現在已經開始運作了 我們等一下要先做 鹹的 火腿起司熱壓吐司 首先放上吐司 放上火腿 放上起司 哇 好耶 今天的自己很辛苦 加入 加菜 沒錯 加菜 小白吐司 用力 哇 香喔 已經有烤吐司的香味了 五分鐘到了 我們來看看成品 可愛 加起來看看 而且好香喔 正正撲鼻而來的香味 這就是可以在那種 豆芒咖啡賣 沒錯 120 沒錯一個200 在我們開始吃之前 我們先把甜點的版本也做好 然後放進熱壓吐司機裡面 我們準備了花式醬 哇 哇 增肥的時候 哇 哇 送進去 有壓 哇 期待 先來吃火腿起司口味 吹魂小星時刻 在 把她的臉切一半之間 大家可以先拍個 你知道拍個照打個卡 因為這麼可愛 你看小白的臉 給大家看一下 小白可愛 超可愛 打完卡了 可以來吃了 然後捨不得 揭小星刻也揭小白不行 我是愛狗人士 好脆喔 哇 這個聲音 其實你融化的樣子 快樂 請你們吃啦 來 吃一個 いただきます 好看 裡面真的超級熱騰騰的 起司融化好好吃喔 然後旁邊這邊酥酥脆脆的 已經烤到有點像餅乾的感覺 就如果不喜歡 這麼硬的口感的 就可以在時間上 自己自由做調整 可能可以不要烤這麼久 而且又很簡單做 你就 先放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去什麼刷牙洗臉 或是準備要出門 要帶的東西之類的 炸了 更可愛了 我們這次烤的時間 比剛才那更久一點 它就上色上的更鮮豔 這個更清楚了 這個更清楚了 好可愛喔 好囉 花生醬跟巧克力醬 nice 真的如果大家想要更最後一點的話 可以在裡面加香蕉之類的 外面酥酥脆脆 然後裡面就天天都是 巧克力跟花生醬的味道 解惡但是很爽 那除了我們今天示範的這個 小新跟小白臉的這個熱壓烤盤以外 它還有格子鬆餅的烤盤 都在組合裡面 所以大家如果有這一組的話 你就可以幫自己做咖啡廳的點心啦 除了超可愛的熱壓機本人以外呢 現在贊助還有送這個 蠟筆小新花紋的收納布 這個很可愛耶 好 收納袋包起來就會像這樣子 超級可愛 你看它這邊還有一個 小金的臉的那個錶 超級可愛 帶這個去野餐啦 還是出去玩 全場最可愛寶貝 以上就是今天開箱 蠟筆小新熱壓吐司機的過程啦 感謝大家看到最後 如果想要自己在家裡 度過一個像咖啡廳一樣的下午茶的話 大家可以到底下的集資頁面 去看看更多細節喔 我們今天一樣有抽獎時間 我們要抽出一台這個 蠟筆小新熱壓吐司機 抽獎的辦法跟平常一樣 先訂閱我們折折開箱 然後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有這一台 你要做給誰吃啊 最後記得一定要Hashtag 折折開箱喔 我們下次見 掰 開箱軍跟我最近開了自己的粉專 跟Instagram從這裡去 這裡去 想要看我們開更多的東西 或是看我發一些無聊的生活小動態的話 快點去快點去